这是震惊全球的韩国邪教侮辱事件 77岁老头以上帝之名 对十万名女孩进行了控制 其中有几千名年轻女孩 遭到了这个男人反复的强奸 他们中有医生 护士甚至是女明星 他们在接受男人对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洗脑后 彻底沦为了这个畜生的泄语工具 不仅如此 为了让自己能够登上极乐 女孩们在被凌辱过后 甚至会介绍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给老头 让老头再伤害一次 然而可怕的是 这些女孩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强奸 反而觉得这是与神的亲密接触 这是爱的教育 该起案件发生在韩国 当时国外一些媒体报道死事 却遭到了韩国极力的反对 因为受害女性实在是太多 另外 这老头就算在监狱也没闲着 他利用自己独创的灵魂强奸 让无数女孩在痛苦中无法自拔 这个男人名叫郑明熙 1945年出生于韩国釜山 小时候他家里穷得叮当响 但这孩子别的啥不会 但那张嘴就跟抹了猪油似的非常丝滑 1978年 他无意间进入了韩国著名的统一教 他在这里面积累了大量的人脉 也学到了很多相关的东西 但没过多久 他就被这个教给驱逐出去 原因就是这货不讲武德 竟然跟教里很多小姐姐发生了关系 所以上面认为郑明熙教风不正将的赶走了 可出场甜头的郑明熙并不想就此放弃 他突然意识到 这些信教的女人们 只要以神的名义与其交流 那他们可以做任何没有底线的事情 所以之后他又进入了一家正规的JD教 在这里他苦不钻研圣经 经过一年的学习 他对这个还真有点研究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 他果断跳出来 自己创立了一个叫舍里教的邪教 这个教看上去并为傻 但起初他建的目的就是为了祸害小姐姐 刚开始大家都不信他的邪 认为他就是个江湖骗子 为了让大家信服的 他竟把自己生日改成了跟耶稣同一天 1982年冬天的一天 他拿着大喇叭喊明天要下雪 可当天却是艳阳高照 并且天气预报也说明天是晴天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 果然下下了大雪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郑明熙一夜成名 收获了无数信徒 之后的日子里 郑明熙专注给这些道友们洗脑 他告诉所有人 自己就是上帝 是下凡邦是人清洗罪恶的救世主 并且他还蛊惑道友们 谁敢挑战他的权威就会遭到恨祸 他要让这些道友们完全信服意的 由于他之前学过很多有关心理方面及圣经的缘故 他的一番说辞下来 竟然没有人怀疑过的 就这样 所有人都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的主人 看着这些道友们纷纷信服于自己 郑明熙开始进行他的下一步操作 他将所有道友拉到教堂 并让他们脱掉身上的衣物 并且以检查身体为有 对多名女孩进行了抚摸 他告诉这些女道友 亲密关系是上帝的旨意 如果身体不干净 那就需要跟教主进行更进一步的接触 这样才能洗脱身上的罪责 而这也是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 而那些漂亮的女道友们 他们已经被这个男人彻底洗脑 为了让灵魂得到圣化 为了让教主帮自己赎罪 他们甘愿敞开心扉替郑明熙排友解难 看到这里 你是否认为这个男人十分变态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可能会震碎你的三观 由于信徒越来越多 郑明熙变得越发猖广 他让社里教的高层 去四处帮他物色漂亮小姐姐 而找小姐姐有几个要求 不仅需要年轻 而且要皮肤白腿长 而这些高层们也不负众望 他们在韩国全国寻找追梦人 以招聘模特艺人为由 将女孩们进行统计 适当的时候 还会拍摄一些果照左面册子 随后把册子交到郑明熙手中 这妥妥就是古诗后的选妃流程 这里你或许会问 这些女孩们怎么就这么好骗呢 据一名受害大学生所回忆 这些高层说话非常有水平 他们都是被郑明熙培训过的心理专家 说不上几句话 就会让女孩们有加入组织的冲动 而郑明熙在拿到这些名单后 她会精挑细选 找出自己喜欢的女孩 随后安排到一个叫长青树的部门 这个部门里有五百余人 他们是郑明熙的私有物 部门规章里就有写着 女孩们必须洁身自豪 禁止与其他异性接触 她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为郑明熙所服务 而这些女孩们 她们大多都是高中或者大学里别人的女神 就这样一步一步沦为了郑明熙的玩物 为了让女孩们彻底信服 她还给女孩们取了一个名字叫上帝的新娘 大多数女孩在接受这种洗礼后 不仅不会反感 反而会有一种优越感 一旦遇上怀孕 那则会被称之为神的祝福 女孩们会独自抚养孩子 并且将孩子视为神的传承 之后 郑明熙甚至在大会上扬言 她要拯救一万名这样的女孩 事实上在九十年代 她祸害的女孩 与这个数字相差并不多 随后一段时间 郑明熙的团队越发猖狂 她们开始在网上大肆发布招聘信息 主要针对是选美 舞蹈学院等关键字 当女孩们面试时 高层会告诉女孩们 是因为你们足够优秀才会被选中 之后 只要被郑明熙选中 高层们会以提拔 洗礼 传授道法之类的话题 让女孩们彻底陷入魔窟 而当郑明熙完腻了之后 她会告诉这些女孩们 你们已经被洗礼干净 可如果说把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介绍过来 一旦被主选中并进行了灵魂交互 那之前被玩腻的女孩便可以成为传教师或者讲道师 靠着这一套组合拳 郑明熙活得简直如帝王般滋热 甚至有时候一天晚上 她会召集上百名女孩进入她的别墅 直到1999年时 韩国当地一些媒体爆料了此事 当时官方高度重视并立案对郑明熙进行调查 可郑明熙这个老狐狸 在她嗅到情况不对后 立即一张机票飞往了中国台湾省 可即便是逃亡期间 这货依然没有消停 2001年9月份时 台湾也对郑明熙展开了调查 原因就是她在这一年多时间里 竟对当地一百多名女大学生进行洗脑病发生了关系 无奈 郑明熙只能继续逃亡 随后几年时间 她游走于香港 韩国 中国大陆等地 后来几个国家甚至对她一起发布了国际追捕令 因为这货真是走一路祸害一路 2006年 三名日本女信徒爆料 称郑明熙在别墅内 对30多名女性进行了侵犯和软禁 而郑明熙在日本类似的社里叫我点 竟高达40多个 可以想象当时受害的女性有多少 另外 2006年4月2日 郑明熙在辽宁安山市郊外 天山西谷的四栋豪化别墅内 竟与50多名中国信徒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当时中国警方一直追捕这货 但一直没找到她藏在哪里 因为她的信徒对她实在太过忠信 很少有人愿意透露出她的信息 直到2007年8月 郑明熙被中国警方抓捕 4年2月 郑明熙被遣送回了韩国 韩方最终以炸击和强奸妇女等罪名 判处郑明熙十年有期 你以为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事实上并没有 就算是坐牢期间 郑明熙依然色心不改 她通过书信等形式 让外面的高层继续帮自己寻找新的女孩 并且还在监狱旁边租下一栋楼 等到每天郑明熙外出放风室 高层们都会让这些女孩们在楼上穿着比基尼跳舞 以供郑明熙欣赏并达到隔空互动的目的 并外 高层们还会在每次态势时 带上一些身材高挑的女人去供郑明熙享用 而这些女孩们则是会被称为主的精神妻子 2016年 郑明熙十年刑期一满 此时她已61岁 但她出狱后并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欲驾疯狂 她靠着之前的手段继续祸害无数女孩 其中中国的叶轩就是受害者中的典型 叶轩出生于1994年 她是中国香港某明星的女友 当她加入这个邪教之后 她在三年内被郑明熙强奸过17次 而她也是少有的愿意站住来指责郑明熙罪行的人 叶轩由于身材高挑长相漂亮 很快就被郑明熙看住 随后她理所应当地成为了郑明熙翻海的对象 之后她分别担任过教会里的模特 歌手和主播 直到有一天 她被叫到了郑明熙身边 郑明熙以检查身体为由 她是对叶轩进行了侵害 直到被很多伺候 叶轩才感觉到自己进入的并非正规组织 而是邪教 最后 由于叶轩的指认 郑明熙被再次抓捕病例案调查 2023年11月21日 郑明熙涉嫌强奸罪在韩国开庭审理 经调查 郑明熙涉嫌强奸和幼奸了270多名妇女 其中包括女大学生100多名 家庭主妇40多名 职业女性40多名 以及其他行业的女性 但这些数据都是警方能够找到受害者 并愿意出庭指控的 事实上 只是郑明熙能够回忆起来的女孩 就高达3000多人 最后 郑明熙被判处了30年有期途刑 判决是她已77岁 而她的余生将由韩国政府为她买单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认为郑明熙这一生指呢